为了推广源头减缩及容器再利用 花莲县环保局与厂商合作 除了在北花莲市区设置六处 无包装洗衣金补充站 中南区的光风地区农会也配合注点 民众自备容器购买 以实际行动支持友善环境 在花莲市区引发民众排长龙 长鲜的无包装洗衣金补充站 来到中南区光风地区农会超市唯一据点 多数民众误以为操作复杂而观望 但事后反倒觉得相当容易上手 以实际行动支持友善环境 绿色的起动 你投20块还是10块 20块 这样会满出来 会满出来 这里会 刚好刚好 570但算得很好 像我们的生态跟环境的维护 应该是人人有责 我们农会是希望说能够减少 对环境对生态的污染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设置这个洗衣金的补充站 希望大家能够来响应爱环境爱生态 现环保局与厂商合作 光风地区农会支持响应 进驻设点的环保洗衣金补充站 民众只要自备容器购买 每公升只要40元 与同样市售品相比 等同享有五折优惠 校外群众也逐渐出现 省下荷包 轻松做环保 我想这是配合我们的县的县级 针对县的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 第一个要自带空品 减少空品塑胶类的使用量 第二个目前如果以这样价格来算的话 它是非常平价的 跟市售的洗衣金比起来差不多半价而已 这是在我们超市的前面 光风地区农会 这里推动友善农耕产业 维护地球自然生态 也高度支持配合现环保局 共同推广源头减速及容器再利用 引进生医科技厂商的洗衣金补充站 提供在地乡亲环保消费 支持友善环境 就从自己开始做起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